如果前七名,就有同學問說,那可不可以先幫我找第一名 找完第一名,就是把34先放在這裡,然後再找第二名 再把21放在這裡,34、21就是按照第一名,放到第七名 或者甚至重新排序,現在放到第一名,一直放到42名 可不可以重新去列出一個表出來,不然我們就列前七名 那這地方該怎麼撰寫程式,程式會很難寫 其實要怎麼改? 其實跟各位講一下,這裡面只需要再增加兩行,程式就寫出來 那至於要改哪兩行? 我們來看一下,程式本來就寫,增加k,等於k加1 那如果說我要按照第一名,第一次的話是第一名 那第二次的話是第二名,那其實最大的關鍵在這裡 他這邊是當那個什麼呢?就是伊蘭儲存這邊排名 他是反正就找到小於的一期就列出來 可是如果你要第一次找第一名,第二次找第二名,一直找到第七名的話 那顯然你需要做什麼? 這邊應該是需要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就是第一次他是1,第二次他是2 第三次一次類推到7 所以如果你要產生一個1到7的變數的話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 在k跟4回圈中間,加一個東西 讓他產生1到7的一個變數 4回圈的話就產生 不能用I了,因為I用過了 4追好了 等於1到7 Enter兩下打一個nets 好 再把這個4回圈 4i有沒有 搬到裡面去 然後把這個追放在這裡就好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有沒有 那這個追的話 它就會是第一次1 第二次2 第三次3 第一次到7 這意思吧 OK 只是說要怎麼搬 搬這個可以看 好 沒該怎麼 第一個 就這兩個 然後再來的話 把這個圍圈 拖拉 放開 建議 一定要怎麼 這邊按個tape 這樣的話 階層很清楚 外面是4j 裡面是4i 所以呢 它會先4追 先抓 J是1 然後到這邊的話 你只要把它改 等於 追就好 意思就是說 當它先產生1的時候 那它就會找找看 找到1的話呢 幫我把它放在哪裡 放在 這個f2的位置 然後k-1 可以加1 然後離開了 再來的話 把這底下再刪掉 看起來這樣比較清楚 這樣來的話 nets 它就回到這邊了 所以 它就是 等於1的時候 去找第一名的 找完之後的話 再到這邊 nets 4j 等於1完 變2 然後 找第二名 找第三名 找第四名 一直到第七名 微詞了 好了 成事寫完了 應該懂的意思吧 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執行結果看一下 我ok 有沒有發現 34 沒錯 21 最後一名第七 12 沒錯 有沒有 ok 不過呢 其實這邊程式 如果 還可以再寫更好一點 當然你現在這已經ok了 可是如果它再寫更好一點 就是說 如果我當這個地方有沒有 當它已經找到第一名了 找到了 其實就不需要往下找 因為只會一個第一名而已 不會有第二個第一名 所以 如果找到之後不要往下找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在這個地方 加一個叫 is this 應該是加在哪 在 k等於 k加1 後面加一個 離開 就不要往下找 is this for is this for 我意思說 如果你已經找到第一名了 那你就不要再往下找了 因為只會有第一名 比如找到這裡了喔 那底下就不要找了 為什麼 因為底下不會有第一名 ok is this for 不要再找 ok 當然如果你 你加跟不加有沒有 你會發現 有沒有什麼差別 我看 你這邊 清楚了 加了喔 這樣子 那我 把這個不加 不加就加一個 單以號 這不加了 清楚 有沒有差別 有啦 快了百分之一秒 那為什麼你想說 老師為什麼沒有影響呢 不是說這樣會比較快嗎 因為少找 主要原因是因為 現在電腦都太快了 電腦跑的速度 已經超過你們想像的速度 也就是說它其實已經 跑得飛快 那根本 有沒有加都不影響 所以有些地方喔 我就以前會特別 一定要加 一定要加 但現在就是說 沒關係 先球可以跑出來 因為電腦都很快 可以cover你這些效率 就是因為你程式 寫得不夠完善的 那些缺點 所以 以前 資料學很多那種什麼 很多 像 變數 一定要 用很 對的資料形態 為什麼要精簡嘛 你不能放太多資料 然後 讓它跑的效率比較快 可是現在因為 記憶體都很大了 那些都不是問題 所以我說 沒關係啦 你愛怎麼宣告 你宣告很大的空間 都沒關係 為什麼 因為記憶體 絕對都夠你用 以前可能會怕說 跑很久 現在都不用擔 因為現在 隨便一台電腦 效率都已經下下降了 OK 現在最怕的問題 就是怕你寫不出來而已 其他都不是問題 OK 所以特別追 如果我要按照 第一名 排到 第七名的話 我大概改了幾個地方 第一個 我是先怎麼樣 在外面包一個什麼 for追等於1到7 一個next 然後呢 把原來 小於等於7 改成等於追 這個最後呢 看你要不要加 加一個is is for 為什麼 因為找到1 就不會有第二個1 OK 就讓它離開 這個當然對於效率是會增加 可是因為現在看不太出來 不過未來如果你吃量很大的時候 那就會有差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最後這個是前清明部分 來畫面還給各位